破门攻坚诈骗集团 但房间里里里外外搜了一遍 除了赃款之外 还有这个东西成为搜索重点 就像是一张信用卡 却存着可能价值好几千万台币的虚拟货币 每个相关细节都不能错过 虽然是查扣了 币值面额到底多少 还得透过其他种管道来追查 甚至如果他的这张金钥密码 被不法人士动了歪脑筋 虚拟币就跟你说拜拜 冷钱包是一支USB的硬体 或一张晶片卡 那这个很容易因为什么原因就损毁 可是冷钱包损毁以后 它有一个机制可以把 链上的钱的控制权 回到另外一个新购买的冷钱包 那这个控制权就是用一张 叫助记池的 它就是一个类似名文金钥 冷钱包 有的外观像是随身碟 有的像是张卡片 输入金钥后就能启动转账 因此承办案件的保管人成为关键人物 相反的风险也大大提升 再加上证物以及赃款 光是去年各种诈骗财损高达53.4亿元 嫌犯又以各种虚拟币收取赃款后 用冷钱包就出现问题 因此现在虚拟资产精管平台 就需要急着上线 我们现在已经进行成功 成绩一的签合 那我们现在要来进行成绩二的签合 以往启动虚拟账号 一个人就能办到 现在没那么容易 那多签的金库其实它最重要的精神就是 我们这个机制呢 必须要层层的人来做签署 那也就是说像公司一般我们要合决啊 可能有好几层有出纳有会计有老板 还有集合 那基本上呢 这样就是可以确保这个钱呢 不会因为一个单点失效 就有办法把钱转走 因此远景扣到冷钱包后 先交易至大金库 不用再承担保管责任 贞结后要变现 就得启动层层关卡 一个签合后才能进行下一个签合 不仅能确保虚拟币的存在 更能防止舞弊 除了第一线把管控查扣的虚拟币方式 建构起来外 为了追查金流 实名制 还有法规上 也得想办法 建加密货币 你真的要拿来洗钱 按照我们看到实际上的 其实很容易被金流 币流被抓出来 那最后就看 剪掉能不能够抓到这个人了 可是币流 其实是在网络上清清楚楚 可以看得出来 那你怎么追踪到人会比较 追踪到人 那就要看 各国在洗钱防治 跟实名制的落实的程度 你加密货币的管制 其实很难是限于国内 因为像我们国内交易所 你可以要求到KYC 然后一定都是要把洗房要做好 那个实名制要做好 可是我就讲 像我随便讲的交易所 OKX Namebase 这些交易所都是 我们怎么可能台湾去要求国外去做 可是加密货币就是一个突破国界的一个科技 那如果能做到很有善的国际的互相的管辖 这当然有办法 可是现阶段 你对于外国交易所这块 其实还是很难去做管制 应该说你不可能要求国外去做实名制 放言有不少国家都已经认可虚拟货币 也渐渐的订定相关规范 台湾金管会以及法务部 应在加速对于虚拟货币的管理 更要与国际各交易所接轨 才能真正断了不法分子 违法洗钱犯罪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